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响平挺 而西红柿首富就不一样 它是一个能让你从头笑到尾的 看完整部剧都是笑声不断的 笑声的背后也会引人深思 当你拥有那么多财富时 你会用这些钱去做什么 这是一部讲述一个月如何花光十亿的影片 主角就是一个贫困潦倒的守门员王多余 意外获得继承二爷三百亿遗产的机会 但这是有条件的 要么拿一千万走人 要么在一个月内花掉十亿 完成就可以继承三百亿 但王多余被要求 只能在西红柿内花 不能做慈善 不能赠予或毁坏 不能违法 当一个穷人想赚钱的时候 觉得赚钱非常难 但让你短时间内花掉几亿的时候 却无意中会用钱赚了更多的钱 想花完钱也很难 剧总王多余拿着这些钱去最好的酒店 用手掰龙虾 人身不满吃 大饼买进最惨的股票 但他赚的钱越来越多 后面看陆游器 陆地游泳模拟器的时候 他抱着亏损的预期投了资金 没想到一经上市就畅销各地 买了一大堆西洋产业的垃圾股票 没想到就因为他花四千万巨资 和投资界大亨阿菲特共进午餐 无人因而纷纷跟进 结果垃圾股票行情看涨 投资经理在最高点掏手 让他大赚了一个亿 好友装强作为他公司的飞翼欧 买下了一大堂烂尾楼 这下总该赔钱了吧 没想到政府在那附近规划了一所新学校 烂尾楼摇身一变成了学区房 转手一卖 又给他赚了十个亿钱 居然不是越花越少 反而是越花越多 多到让他永远花不完 无奈之下 他想到了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几乎等同于做慈善的方式 去花光他的钱 谁知道 他不仅没有把钱花光 反而赚到了极大的名气 名气代表着财富 他有了更大的财富 最后遇到了一个女孩 为了拯救这个女孩 冒着失去继承权的风险 违背约定 这已善良通过考验 获得了高额的继承权 这就是整部剧的过程 王多瑜从一个底层 突然变成有钱人 还要每天想招把花钱 所以各种花样不断承包了所有的笑点 但笑点背后也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有钱能改变一个人的心 变成金钱的奴隶 而王多瑜的成功 在于他没有被金钱蒙蔽双眼 最后王多瑜宁愿舍弃三百个亿 违反规则救了女孩 在这个阶段 他的善良 击败了贪婪和自私 守护了底线 他虽然承担着 随时失去财产的风险 却越来越被认可 这部电影用沈腾是幽默 给我们讲述了金钱对一个人的影响 有钱会让一个人改变 但是只有一个人真的不在乎钱的时候 才能真正有所收获 生活就是这样 这帮助 国助 有民兽